第三种和第四种的黄斑病 就比较特别的 我们说眼科里面 我们叫做一个外科的病 不同刚才说的老年黄斑病 或者糖尿引起的黄斑水种 这两种没有激光 也没有打针入眼这类治疗 基本上外科病 就是要做手术才可以医治 究竟这两个是什么病变呢 首先说黄斑前膜 什么是黄斑前膜呢 我们看看眼底相 刚才我说过 正常的黄斑点 应该暗一点为之正常 这些是神经线、血管 这个有黄斑前膜的病人 我们看到黄斑不是暗一点 它好像灵灵地生了一块磨砂膠指 其实有点难看 因为这个比较初期的 但是它可以一路路恶化下去 去到右边这幅图 它恶化下去 扯到旁边血管都会弯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黄斑病 和其他的黄斑病都是一样 看东西都是变形 重影 模糊 整个胸 尤其是中央的部分 你说医生 我都不太明白 究竟什么是黄斑前膜 简单一点 现在我们有一个OCT 光学断层掃描 刚才说过 这个是一个环切面 好像一个电脑掃描 那么小的黄斑点 它掃了十层出来 这两幅 两个不同的黄斑 哪一边是正常呢 很多病人都猜错 少少套进去这个黄斑点 才是正常的 是一个环切面 你看到这里十层的黄斑点 套进去好像有一个井口位 那样 是为之正常的 因为大部分的感光细胞 都集中在这里 你看到这个有黄斑前膜的病人 在十层的黄斑点外 增生多了一块多余的前膜 扯起了黄斑 变成了一个井口位都没有了 令到它整个扯起了 所以看东西为什么会变形 模糊 重影 整个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黄斑前膜的话 怎样治疗呢 刚才说过 是需要用手术的方法 一般手术怎么做呢 我们会做一个玻璃体的切除 其实现在手术 都是会用微创的方法 如果去到最先进的仪器 或者我们说市面上 现在最幼小的仪器 很多时候都未必需要逢针 微创的方法怎么做呢 伸出一些很有的仪器 进去眼后面 先清除了玻璃体 玻璃体是什么来的 其实就是人家说非蚊的根源 即是眼里面的透明啫喱 俗称 原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这个玻璃体退化变运续 不止引起非蚊 它还引起这块前膜的真身 所以手术先要移除了玻璃体 然后再用一些很有的仪器 将这块黄斑前膜移除了 然后靠人体修复力 就会变回这个颈口位出来 所以一般我们说传统来说 黄斑前膜都有一个治疗的黄金期 最好是半年至一年内去做手术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想到这个黄斑前膜 扯起了细胞太久的话 因为感光细胞是有功能的 扯起得太久 有些感光细胞可能它的功能会受损了 比如你三年四年之后才来做手术 其实手术也是一样做法的 但是如果有些细胞已经受损了的话 它的视力提升就没有早点做这个手术 或者在治疗黄金期之内做手术 视力提升那么高了 所以理论上也是越早医 视力提升会越好